越野车 两种玩法 一种啊 是玩车 一种呢 就是玩越野 当然了 真正专业的玩家呢 他是两种一起玩 好的越野车 必须能够真正达成 克服各种越野障碍 让自己心里满足的目的 那当然专业的越野车呢 咱们国内肯定是 长城坦克 坦克里边专业的越野车是什么 又很适合越野的 先看看 燃油版的坦克400 欢迎收看小冬平车 插电混动或者说电动 确实是汽车发展的未来 但是我感觉 在解决好 电动化的 一些更精细的技术控制 以及 电池的重量 电池的安全性 和补能的便利性 之前把越野玩好 那真正的玩家 他还得选燃油车 所以啊 这坦克400 在推出了 HIGH 4T混动的动力系统之后 它必须要把燃油 补上 这一次我们拿到的是 配了2.0T涡轮增压发动机的 纯正的燃油版 坦克400 当然了 他还是也要借助一些电的便利性 就是他采用了48伏的清混系统 觉得这不就是一小700吗 机器人这个风格还特别明显 首先他车头 这就是变形金刚的面具 灯的设计 眼睛加眉毛嘛 这俨然就是一个机器人的面孔 这侧面的这些 有着很强烈的这种 积木拼接感的 机甲风格 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特别典型的越野车的特质 你看它这侧面 虽然看起来很机甲 但是它很少向外突出 基本上啊 以这车轮 车轮拱 这个平面为最外侧 它是拉平了的一个平面 包括它的后视镜这边 这脚踏板收的非常靠里 正好和这个轮拱的边 基本上齐平 这块踏板 它相当的坚硬 它还起到了一种 对侧面的防护 车尾也是真跟装甲车一样 这辆车啊 接近点33度 离去点31度 都在30度以上 另外呢 它的通过角呢 是22.5度 尾门是用侧拉开的方式 而且是带电吸的 备胎是半裸露的状态 看起来非常野 它还利用到了 固定备胎的这个结构 来体现它的品牌 logo 坦克 如今啊 一辆好的硬派越野车 那就是真难 首先这硬派越野车特别贵的 买了这么贵的车 可能家里日常使用也是要用它 你还得觉着 花好几十万买这么一车 我得让它有好几十万的档次 本来人家档次是用来越野的 这档次同样要体现在公路行驶上 所以我说这硬派越野车 这坐起来挺难的 我觉得咱中国的厂家 也恰恰是这方面研究的比较透 其实相对来说 国外的硬派越野车 更多的就是专业车干专业的事 但是咱中国人往往都是一辆车 坦克400这车怎么看 都是一身经百战的车 纯拿来坐越野的 但是它还得走的公路好 2.0T加9AT 240毫升马力 380牛顿米的扭矩 9AT呢 长城自己研发的 突破了一个瓶颈 咱们中国这个燃油车三大件 你发动机差不多了 底盘平台差不多了 变速箱一直比较难 都是从国外得买 长城专门自己研发的 一个九档自动变速箱 那经过这些年的不断的升级改进 你到400上这个九档变速箱 变得非常顺畅了 走在这高速路上这车呢 行驶的静音性 效果我觉得也相当的不错 这民意硬派越野车 有必要做一个加层的玻璃吗 但是它就是这么做 外边的隔音隔得非常好 另外就是除了平顺性好 而且它的稳定性也特别好 你瞬间把速度加到120以上 只不过就是你正常开正常在加速 你完全感受不到说 这车的稳定性有什么问题 有一点就是它跑到那么快了 你不觉着快 驾驶的体感是偏慢速的 发动机的声音也特别小 只要它的速度保持稳定了 整个车的发动机的噪音 就会降得很小 你及时把车速提到100啊 转速也不会达到2000转 发动机的声音是相当小的 你别看这车这么方盒子 这么老高 它的风噪声也不大 好多框架式的底盘的硬派越野车 我都有类似的一些感觉 在公路上面高速行驶的时候 当它碰到的颠簸不是特别大 比较小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路桥接范啊 那种沉降啊 或者说减速坎啊 它的感觉是有一点敏感的 但是它这种跳动感呢 因为它的巨大的衬套和球头 能够把它变得比较柔和和圆滑一些 像这样的悬挂 你在越野的时候你就发现了 因为你越野速度没那么快 那它走起来就是特轻松 对低频的大幅度的颠簸和冲击啊 它吸收的特好 另外我发现这辆车 有一个地方做的非常好 就是我在越野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放盘自动 就会变得很轻柔很轻松 就是你拿一个手指都能推得懂 到了这高速上 自己循迹的时候自己就收紧了 我根本没有用运动模式 我就是标准模式 但是放盘聚稳 整个车轮循迹性稳定性非常好 虽然我做的很高 但是我绝对没有任何飘忽的感觉 无论是从方向盘上 还是从车身上 得到的感觉都是超级的稳定 所以这种公路的行驶性能 应该说很棒 另外它这辆车 好多主位动安全坐的也相当到位 但它车顶上能承受10吨的压力 而且车的车身刚性太高了 框架是地盘的车 它的抗扭刚性达到了三万多牛吨 所以它车身运动起来 整体感非常好 这整个车特劲 那主动性安全呢也是 当我靠到旁边的车道线的时候 它马上就给我警示 智能驾驶这块 基本上就是达到L2级别 车道居中 然后车距控制都做得很好 真玩越野啊 你还是得油车 油车它搭配的一整套插租锁呀等等这一系列 加上自动挡的变速箱 这才是非常成熟的一整套的越野装备 电车它不是说不厉害 它还没有完全能够精准的应用到越野这一块 首先我觉得它电机的控制的精确度 在越野的场景下你踩下加速踏板 它要多少扭力来输出到每一个车轮 这车轮需要多大动力 它这种精准的控制还没有达到越野级 它就是使蛮力 容易空转 扭力太大了 而它这个扭力大呢 它就是不得已的 因为电车太沉了 那你真正攀爬的时候 你自身的重量就把你往下带 那你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 克服自身的重量 把车往上推 如此之大的力量输出到车轮上 地面承受得了吗 轮胎和地面之间的摩擦能不能支撑呢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油车的优势了 油车它本身的重量比较适中 再有一个呢 油车它的机械系统 它会反向传递 整个车轮咬合路面 它的这种脚感 它的反馈会通过加速踏板 通过刹车能够反馈到你的脚上 让你便于你掌握分寸 另外一个它油车动力输出 它是比较渐进性的 它不是一上来就是最大扭矩 它是随着转速的增加 扭力逐渐逐渐在放大的 那这样你的控制的精准性 那要好很多 咱还不用说什么 电池的底部的安全和补能的问题 问题在你磕了一下碰了一下 电池是没出事 那你还敢继续用吗 所以很多真正玩越野的人知道 这玩意不现实 还得用油车 那如果是只玩车的 又有钱 备一辆纯电越野车是没问题的 但是实际上 有没有一辆纯电越野车 是你的自选项 而必备一辆燃油的硬派越野车 是你的默认值 坦克400这款车吧 转向半径只有5.6米 加上坦克掉头之后 还可以再减10% 就相当于转向半径只有5米 那就转向直径10米 越野的时候就能看出这种专业越野车 它这能力连续的驼风 不用拂方向 手风还让它走 你看这路它并不是完全直的 但是因为轮胎它压在车辙上 所以它方向就自动顺着这个循迹走 你不用自己打方向 走得非常稳 你越野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下 它这个方向机的设置 跟公路车是不一样的 专门就是让你越野的时候 特别的轻松 不用太多的去调节和控制方向 它的车会自动 根据地面车车的形态 它自动稳住 你需要调的时候 要轻轻地带一下 它就回来了 就保证了越野时候 整体的方向的稳定性 和操控的这种轻便感 过这大炮弹坑 挂空档 三八锁都锁上 我再启动一下 如形模式 既不踩刹车 也不踩油门 自己在这个炮弹坑里边 如形 感觉还是非常的轻松 走这种炮弹坑 对这车来说 确实一点难度都没有 悬挂系统的自由形成相当大 整个悬挂都不出声音 非常非常的柔和 即使车倾斜得很厉害 人也没什么事 这是一个模拟的枕木 你完全不用动 必要的时候轻轻地调整一下 让它回到行驶的道路上 你看它这个屏幕里边显示的 就是你能特别清晰地看到前方的路和车相对的位置 它现在是智能切换 随时根据它情况 识别到路况情况来后 它切换它的显示 现在我走在这个路上 我就可以看到轮胎两侧的情况 以及我正前方的地面的情况 这800毫米的涉水深度 已经是非常足够了 只能说是简单越了一下野 现在这个雨季 我觉得不是考验说 它的越野的机械部分 考验的是这轮胎 它其实装的是AT胎 那对于一辆硬派越野来说 这就是一日常使用的轮胎 所以一些特别难的地方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 因为已经完全被泥宁所包裹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轮胎的附着达不到 那我们只能去走一些相样来说 看起来比较容易的地方 对它来说挑战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有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这辆车前面的接近角 后边的离去角 和它的通过角 整个这个设计 前杠这个角 它设计的都非常的越野改 而且它的通过性会很好 再有一点就是 这辆车很大的悬挂的行程啊 在那种炮弹坑非常难走的路面上 走的时候 它特别轻松 而且特别稳定 那这个就体现出了一个 专业的越野底盘的能力啊 它的越野装备也还是非常强大的 我觉得有一个装备是值得说的 就是它的 TOD加M-LOK这四驱 TOD是一个全时四驱系统 所以它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它能够根据路面的附着力 让扭矩在前后轴当中 从0到100%自由的分配 所以这种灵活性就会使 一辆车在正常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能够及时的非常准确的应对 路面的附着力的变化 随时调整它的前后附着 然后让你这辆车既稳定操控又好 但是当时这种自动化的四驱系统 它往往没有办法去提供巨大的扭力 在硬越野的时候发挥作用 可是呢它有M-LOK 它这M-LOK是中叉 前叉 后叉 三把锁 全都是机械锁纸的 那也就是说 当这个机械锁纸全部给它锁住之后 它就能够承受特别大的负载 能够很强的爬坡力 它能够把扭矩放大多少倍呢 总体上来说可以放大超过57倍 也就是变速箱放大一级 公传笔放大一级 然后它的分动箱 在四驱低速又放大一级 这三个数一乘 达到了57倍多 这是让我感觉 开起来特别得心应手的地方 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感受 就是这车聚安静 它在越野的时候 它遇到路面的这种冲击的时候 你听不见悬化有声 而且呢 它车身没有任何扭曲的感觉 整个这辆车 它的刚性实在是非常的好 这样它就不仅在越野的时候很安静 它在公路上日常行驶的时候 它依然非常的安静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T车邦 只为爱车的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